歡迎繼續回到Street Wars未來經驗師的現場 現場來了一組最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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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團體 他們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我們先來歡迎他們 歡迎Johnny 嗨 大家好 你看我們還準備了罐頭掌聲 你們自己要熱情一點吧 沒有覺得自己現在最近非常非常紅嗎 有一點吧 有漸入加進 有漸入加進 對 本來剛開始的時候會擔心自己可能沒有這麼紅嗎 對 因為一開始 就是我們一開始其實在還沒做作品之前 其實就是算是回響還沒有那麼好 真的嗎 然後就是真的開始有配合影響跟作品 對 然後就是好像漸漸有一些回響這樣 哇你們好客氣 現在的回響叫漸漸有一點回響 沒有 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今天出席的 來 先從哪開始好了 先從你這開始好了 來 我是鼓手張嘉誠 喔 對每個人都要熱烈掌聲一下 好來 我是主唱羅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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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掉下來 對 烈烈是終於發生靈異事件了 下了下了 這個燈這個燈 對剛剛沒有人動它它就自己掉下來了對不對 好這表示 燈燈燈燈 sans 沒有 依照唱片業的慣例 在錄音室裡發生這些不好解釋的東西 就表示這個團要紅了 有第三個力量呢 我們就不要點名他 來繼續自我介紹看 大家好 我是吉他手樂斌 大家好 我是貝斯手卡王 好 今天這個團叫詹妮 為什麼要叫詹妮 因為我老覺得 比方說最近三五年的台灣的樂團圈裡頭有一個厭世氣氛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詹妮的時候我想 哇 這個厭世已經要到頂了 又是渣又是泥的 很渣 到底為什麼 OK 那個時候其實是我跟樂斌 一開始是我們兩個 你們本來之前有另外一個團 對 本能 沒錯 被發現啦 這種事情很難很難發現吧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決定要組一個新的團 然後我們就在有一次去演出的車上 我們就開始就是 腦力激盪 然後就想到說 其實就湊了幾個我們蠻喜歡的英文字母 對 然後就是湊起來 然後是 欸 就 我們其實有蠻多的選項 然後後來就說 等一下你們喜歡的英文字母 我們就從26個字母開始學吧 對 像算命盤一樣那樣挑 就覺得 欸四個比較酷這樣 然後就選四個這樣 唸唸看 所以拼起來是Z-A-N-I 對 然後是先有英文才有中文 對 算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切都跟厭世感其實沒什麼關係 沒有沒有 其實應該算蠻正向的 對 蠻正向的 然後只是因為中文翻譯出來 聽起來非常的渣 對 蠻渣的 可是其實團裡頭應該都還蠻正向的吧 我還蠻渣的 欸 他的綽號也有渣 對 我叫渣成 張家成念很快 可是這傢伙明明在網路上超級紅啊對不對 對對對 網紅 IG紅人 他是網紅啊對不對 對 而且 而且你們自己拍的一些音樂錄影帶 也常常是以鼓手的手部特寫 或是直接就整支都是他 對對對 為什麼 所以他現在是團裡頭的什麼角色 就是負責團的門面嗎 門面 連手這樣 小仙肉 小仙肉 所以 來先解釋一下你當時做了些什麼事情 讓大家知道你的 我嗎 對 你當時有一個轟動武林的事件吧對不對 嗯 畢業歌嗎 對啊 開玩笑 那個畢業歌轟動武林吧 對 叫什麼第一開頭的 可是 他那個畢業歌的時候是已經加入這個團體了嗎 有 那個時候已經 那時候你們都認識他了 對 然後就知道他那首歌會這麼紅 我們那時候有搶先聽啊 對啊 就一路看他慢慢在製作那首歌這樣 所以他其實比大家都年紀稍微小一點點 小 小很多 小很多 我本來不想說你們會有這麼大的差距你們自己要說破的 自己Q 對其實也蠻近的還好 對啊 OK啦 12聲像內音哥們一樣 真的嗎 好來 那時候的畢業歌是為什麼會做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要做還是本身就這麼厲害 在畢業歌的時候不發揮一下有點過意不去 就是為了要證明自己吧 為了要證明自己 那你們怎麼認識他 既然年紀有一點點差距的時候 你們怎麼認識他的 其實是我跟樂斌的前一個團然後開始休息之後 然後加成的前一個團 就是Lyra 也是四個字 對也是四個字 對耶 也是四個字 而且Lyra還上過大團 對 對 沒錯 所以就是在Lyra的主唱那個時候去當兵四個月 然後我就去代唱他們 對 就做代打主唱 所以代唱然後順便就把人也帶走了 對 順便挖腳 所以這個團是因為你離開而挖解嗎 沒有沒有沒有挖解 默默的進行中 還有默默進行中 哦 那 其實玩團這種 比方說團休息再起或重組 或不同的改組算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原來的團為什麼停下來啊 哦 我們的本能嗎 對 那時候因為是 欸 我看到一些奇怪的表情為什麼 沒有 應該算是當兵修團吧 OK 然後因為我們剛好吉他手 另外一個吉他手也是 他們 有開始也是火起來很火 他們有 對 火速爆紅 火速爆紅是 這個 只有草都沒有拍 對 對 現在你們又火速爆紅啊 所以 當時的那一批人現在陸陸續續都紅了耶 嗯 對 算是 對啊 好 那卡王是什麼樣的狀況下卡進來的 卡進來的 我其實算是被羅西找 因為他那時候 我跟他本來只是網友 因為那時候看他帶打萊拉組唱唱得很好 然後說那我加一下他的Facebook 是 本來是這麼純情的動機嗎 對 很純情 就想要 就是一個迷地的心態 是迷地還是想要拔 迷地 沒有要拔 我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OK OK 然後後來他有一次他就問我說他有一個新團 然後問我有沒有推薦了貝子手 然後 你想說 這是我的機會終於來了這樣 我那時候其實 是要推薦我另外兩個朋友 但是他們一聽到就覺得 這什麼東西啊 我才不要加入啊 這什麼團 直接把我打槍 我不知道他們可能覺得 歌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我們出版的demo可能 太草帥或什麼 他們聽可能覺得 沒什麼感覺 那我就覺得說 覺得他們錯失紅的機會了 你看 對啊 那我就覺得不行 這樣子 女生有求於我 我如果沒有給他一個回饋 這樣很丟臉 說不然那我來好了 我才不相信這種事 真的啦 真的啦 那我來好了 其實剛剛那兩個人 前面那個打槍的人 根本不存在 從頭到尾就是他自己在演 真的啦 對 所以組成到現在其實 時間不算長嘛 嗯 大概兩年多 兩年左右 所以一切都在自己的計畫當中嗎 一切 其實也 蠻多 驚喜跟小意外的 意外包括什麼 意外就是立刻得到一指唱片合約 這件事情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目前沒有 對目前算是 對目前算是 不是某公司就把你們簽了嗎 沒有 有想要跟我們合作 但是就是 喔但還沒有真的 你們還沒有真的答應 嗯 就是沒有 對還沒有 彈到那一 還沒彈到那麼細 喔OK了解了解 好那意外是什麼 喔 其實我們 剛剛組起來其實就是 想要 團員們先磨合 然後創作一些音樂 還在找我們的定位 是 然後後來其實那個時候就是補助案 那個是2016年的 拿到錄音補助 對就是想說那衝衝看補助案 然後才展開這後續的一連串這樣子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當時的補助案 現在是看不到你們的嗎 有可能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補助案還是有些正面意義的 有有有有 但是團裡頭現在大家四個人的 因為兩個本來就認識嘛 對 你們也認識他很久了 然後他也卡進來很久了 所以現在團裡頭的創作跟或者是大家各自的性格 應該挺能融成一體的吧 很好 蠻特別的 對啊 所以現在創作都是怎麼樣開始 怎麼樣啟動 我們通常現在創作 大部分都是可能是 我可能會先有一個簡單的進行 然後搭配Vocal旋律 然後會找晨晨啊 就是嘉誠或者是樂斌 然後我們就一起編 然後進團式一起就是JAM這樣子 OK 因為上次你們去大同大學示範了一次創作的過程嘛 對 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一般學校的學生請樂團去做講座 通常不會這麼直接 就單刀直入切入如何創作這一題吧 對 剛好跟講座的主題又符合了 OK 所以其實應該還偷偷藏了很多秘方 不能在那個時候就讓大家這麼快就知道了吧 其實我們還蠻不藏私的 不藏私的 就蠻 就是蠻 對 就跟 就是跟我們當天的很多同學朋友們 就是其實聊蠻多的 我們現場也有就是示範我們可能在團式裡面會怎麼寫歌 所以你也有示範你之前在Youtube上拍的那一個嗎 如何唱歌不緊張 然後上台 天啊 連這個都會翻出來 那個都會被看到 開玩笑 煩惱過並留下痕跡啊 我覺得那個拍的臉有點發黑 所以現在很後悔了嗎 有一滴滴 也還好啦也還行 可是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下拍的那個東西 應該是因為應觀眾要求吧 那個其實是我們常常去那個樂器行就是狀態音樂就是電團 對然後我們就是有受那邊邀請就是他們的裡面的老師們 就是會有一個就是拍攝一系列的影片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請我說 那可不可以去分享一些就是關於主唱vocal的一些小tips這樣子 可是當時你自己怎麼開始走上主唱這條路的 其實是從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音樂 對啊然後也就很喜歡唱歌 對然後從一開始其實大部分都是可能自己做一些cover 對然後唱自己喜歡樂團的歌 所以以前的cover都是cover誰 很多吧 愛戴爾什麼之類的 有流行的也有 對然後很兇的人 我可以立刻點唱一首愛戴爾 點唱可 可以要這樣嗎 可以嗎可以嗎 呃是也OK可以差一點點 好 既然都答應了 欸為什麼旁邊有人在冒冷汗的感覺啊 陳陳表示 我們音樂總監 我不會比Box 哈哈哈哈 不會比Box 好的然後 那你們可以幫他A cappella 好 我現在很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好啊 那Ada要唱什麼曲目讓自己選一小段來 好那就是 哇好期待 Rolling the Deep Park 旁邊的人不能只有看好的戲 你幫幫忙出一點聲音 要呼叫嗎 好喔 Dancing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eaches bring me out of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key 忘記了 很不錯耶 突然Cue 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彩排 我也没有给他们期末 他们也完全不知道我会出这一招 就像现场Cue很厉害 真的表示口袋够深 随时都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秀 但你旁边经纪人刚满头冷汗 你是怕吐嘴 不行 不行你要更相信你的艺人好吗 相信他们是可以的 你刚刚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紧张到热 好我们让他气氛稍微哭当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 欢迎继续回到Streetbox无赖进行室的现场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是扎尼 扎尼成军两年嘛对不对 两年多 然后目前为止交出的这一张算是 一批 一批 其实大家应该觉得 如果两年都照你们这样活跃的状况 应该要更多歌才对啊 为什么 有跟未来进行室一样吗 就还在进行室 哎呦 居然砍他到本节目名称 这样怎么对 所以应该还有很多歌曲是已经准备好了吧 是这样子吗 正在准备中 就是其实有一些歌曲就是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架构 然后我们正在筹备我们的新的专辑 是 对 正在进行中 对 可是刚刚也是在讲 因为每个人的 听音乐的背景都不完全一样嘛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 会有风格上的冲突 我说呃 你怎么会弄这个 的这种事情发生吗 其实不太会 真的吗 算是有蛮多激荡的 哦真的啊 对 就是其实算 算是蛮特别的经验 就是大家都 很有想法 OK 对 而且因为我刚刚问到就是 比方说你们以前cover什么的歌 然后你会讲到 对我觉得在乐团圈 其实还蛮少见到这种 这个这一路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干脆每个人来问一下好了 我们先从卡王开始 嗯 嘿嘿嘿 卡王你以前听什么 听什么类型 对对对 或听什么团医可以直接讲 这样 金属吧 Megades Megades 到现在还是吗 现在还是很喜欢 就是还是至死不渝这样 Megades 是 我超爱他们的 OK 还有谁 所以你是内卦 只有Megades 不可以有其他人了 老金属吧 老金属吧 老金属 比较老派一点 Megades 比较老派一点 真的 OK 好来 我觉得 之前蛮喜欢听一些摇滚 跟抒情乐 就像口味 你看我们一下就从megade 跳到部口味 最中间的距离 大概一光年到那麽远吧 对啊 然后就是对那种类型的音乐 听得到 都是 好的 我的话其实一开始是听 比较多 其实《流星》也会听 就听满多 《里面》 《想小贾斯zag》 告诉我 OK 然後也會蠻喜歡就是 日日搖 ok 對 然後也會比較喜歡 美式的EMO也會蠻喜歡的 ok 對 好 你想想呢 我是聽蠻多的 我從國中 開始聽Dream Theater ok 這兩個稍微近一點了 聽一些比較前衛的金屬 然後再 越聽越前衛 但是現在都已經 已經不金屬了 現在也不金屬 現在老了 老了 這個人好欠達 他明明才幾歲說現在老了 我再把你撵出去 現在都聽一些比較 比較Chill 的EDM吧 像是Mura Masa 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怎麼發生的 就是老了 就是時代把你 就是時代把你帶到這裡來了 對啊 真的 所以這樣編曲的時候 其實對啊 大家各自的喜好其實差蠻多 但是比方說 你丟了一個東西 然後大家加入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風格上的障礙 會融入 真的 完美的融入 所以其實他默契合得蠻好的嘛 對 可是合在一起的時候 當時組團的時候有先想說 對 扎尼要做這種風格 還是有這種定義的討論嗎 其實沒有欸 其實沒有欸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會有個做法 就是我們會分享我們最近喜歡的歌 然後給彼此聽 然後我們可能就覺得 說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風格 然後我試試看這個風格 但其實我們 一開始也是在找自己的定位 但後來發現其實 就做我們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找定位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都在做 但我覺得扎尼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 一般我們這 畢竟在Strival 特別是在Strival上 我們真的看到每年幾百個團這樣出現 但我覺得扎尼是 就是執中對於如何成為流行這件事情 是有一點點敏感度的 這個團有點會弄的感覺喔 會弄什麼 會弄什麼 有人想要流行弄半天弄不到啊 就是那種跟你說 比方說要抓癢 然後就一直錯過那個點這樣 就一直沒抓到 但有人一下就抓到了 對 所以其實是有一點點 算是有 這塊我們 有想辦法融合 懂弄 有想辦法融合 對 沒錯 所以扎尼現在成軍兩女 然後叫出一張一批 接下來的目標應該是什麼 嗯 我們其實就是 會想 我問你 接下來目標是什麼 然後經紀人很緊張看你們兩邊 到底 怕你們亂講話 我在看誰 有啊 接下來目標像 6月就有一場見證大團 對不對 你知道今天節目播出的時候 應該已經公佈了 應該公佈了啦 我們都是前一場野文才公佈下一場 所以你們第一次聽到要上健身大團有特別興奮嗎 當然會興奮 懷念 懷念 你那時候上健身大團的時候才幾歲啊 16 剛滿16 我記得那時候他們來的時候應該是入選團史上最年輕的 就應該沒有十幾歲就上了大團的現場 那時候貝斯手好像也才20歲 對就是那種全團都很年輕 那時候好玩嗎 好玩耶 所以他在上大團這件事情上反而是你們的學長 沒錯學長 學長學長 學長過 請問學長有什麼經驗要傳授給你的學弟學妹們的 這個 便當要吃完 哈哈哈哈 為什麼便當要 大團的便當還算可以吧 好吃 哈哈哈哈 還有什麼經驗 講一點實戰經驗 實戰經驗 是 還是就認真玩 認真玩 認真玩 當然要認真玩啊 是 然後呢 你去那次大團就得到這個經驗啊 就是 大家都好厲害喔 大家都好厲害 真的 那天還有孔雀岩 還有血肉 三年前 喔你是那一檔 我都忘記了 那是哪一年啊 三年前啊 快兩年 快三年 真的 好現在你要第二次踏上了 對啊 所以心情上有什麼不一樣 我成年了 哈哈哈哈 從未成年變成年 我覺得你好欠打喔 那你們那什麼感覺 我們嗎 嗯 覺得算是 也是我們團的一個里程碑 喔真的嗎 對對對 哇大團被當成里程碑耶 真的 真的 對啊就是某程度上 就是感覺有 就受到認可了這樣子 開玩笑誰不認可你們現在 對啊 而且你們的歌在 水果上那個點閱率 就是嚇死人啊 感謝各位的支持啦 哈哈 但既然講到歌 我們來 來問一下 心碎湯尼在講什麼 湯尼 對 心碎東尼 是 嗯 然後那部電影 就叫做 東尼達爾科 就是有一個東尼在裡面 對 然後他 對 這個電影蠻推薦 蠻推薦的 這個電影是一個很乖的電影 是那個有兔子頭的電影 對 沒錯 就是 喔喔喔 小波哥 好喜歡你 就是一個 驚悚的科幻片 對 是一個非常非常奇妙的電影 可是你寫這個歌的時候 你們都看過嗎 我們沒看過 所以他需要跟你們解釋 這個歌的情緒是什麼嗎 會大概 會講一下故事 他當時跟怎麼跟你講的 來來 現在交給你來 你怎麼解釋這個歌的電影 喔考試時間 對 開玩笑 講錯你就完蛋了 有什麼 一個二元世界 對不對 是嗎 哈哈哈哈 是嗎 一個二元世界 一個二元 把話講完 把話講完 喔你講好了 話講錯 不行不行 現在就是要考驗 你到底有沒有接受到 主創大人寫歌的心情 哈哈 有 大概大概 大概而已 而且你們相處那麼久了 應該默契要好一點 對不對 哈哈 有默契是有的 二元世界嗎 二元世界 然後呢 然後裡面的人 都用二元 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嗯 剛剛是一個笑話 唷 是嗎 對 哈哈 哈哈 我現在感受到年紀的落差了 哎呦 哈哈 好像有點冷 啟齒啊 什麼叫有一點而已 哈哈 對 但你現在是在救援他 因為他快要講不出話來了 對啊 等一下 我們現在給你男生 來 二元後面要接什麼 這歌到底在講什麼 嗯 那個時候 卡王你不要以為沒事 哈哈哈哈 卡王你開始緊張 然後平常 沒有啦 我覺得就不要講一些心境上的東西 然後就是講說就是對於那個詞彙要怎麼講 你幫我救一下 哈哈 那個詞彙你總得給一點暗示 不然誰知道的你要講什麼詞彙 就是對於那個世界觀的那個 你有講一句 嗯 那個世界觀不一樣的觀點 我們不一樣 這歌真的非常紅 嚇死人了 謝謝 哈哈 什麼不一樣 對啊 什麼不一樣 好 其實 嗯 就是覺得 嗯 嗯 這 我很怕就是電影的那個情節雷太多 其實還好 因為電影很久了 也是 要找到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嗯 就是覺得那個主角 我看完電影就是其實是蠻 心情是蠻難過 嗯 對 因為他 他在裡面 他的遭遇跟很多 就是他其實面臨很多 不管是周遭環境給他的 嗯 整個社會給他的 然後可能這個教育給他的 是 然後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心碎的人 嗯 對 但他用一些方式 用他 他對於可能他愛的人 是 然後他去選擇 做一個犧牲自己 嗯 這個動作 然後去完成了 就是 去拯救這個世界 嗯 跟他的生活 就是他周遭他愛的人的生活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看完很感動 然後所以 就寫了這首 東京之歌 等一下你們該不會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吧 哈哈 好像一臉就是恍然大悟啊 對 我也覺得 之前應該是有講過 對啊 但沒有很在意啦 他們都專心在寫歌啦 就是 哈哈哈哈 每天 邊的 哇 你還給他們台階下 你真的人很好欸 哈哈哈哈 沒錯 感覺如果我繼續問下去 每一首歌都藏著一個故事 然後大家就恍然大悟 說 哦原來我們今天都是第一次聽到 哈哈哈哈 那半星搞不好後面還藏一個別的故事 半星這應該還行 嗯嗯 好啦 半星 你真的嗎 自己 對 來半星交給卡王 Go 哈哈哈哈 卡王 倒抽一口氣 一個驚恐 對 欸 是你有什麼情傷嗎 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看看 經不起考試 有啦 半星有印象 對 來 嗯 半星其實因為 就是 因為羅希有另外一份工作 是 對 然後其實 他 他就是因為 我們要 就是處理很多樂團的事情 是 然後會很常會影響到 工作 另外一個工作 是 對 然後就是其實 因為我們那陣子又在製作這張EP 然後他就 就是很難分 很難分身這樣 對 就是時間會很多 很多都被壓縮到 是 對 然後就是 很常被 扣心這樣 哈哈 然後他就 所以那有歌 正確的歌名叫半星 半星 對 是心水的心意 一切都很半星 沒有啦 但是其實就有點雙關 就是 是 就是 其實 星是 被切割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身分 在一半 在一半 可是你們現在都是同樣身兼兩份工作的人嗎 就是玩團這件事情都 對大部分人來說應該都不是正直 在目前的狀態裡頭 嗯 目前 除了加成之外 嗯 對 那我們目前還有就是一份就是 就是我們的正直 但是我們就是還是 盡量的可以在我們的時間裡面 就是把最大的心力就是投入在我們 所以可是一般公司的老闆 大概都不會體諒 員工為了玩團請這麼多假對不對 是不是 有點硬啊 哈哈哈哈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 來來來 讓你受苦一下快點 呵 今天 今天 也是屬於一個 對 真的嗎 對 今天也是請假來 對啊 好感人喔 還行 我們要跟老闆喊話 他是來做正事的好嗎 哈哈哈哈 而且說不定 說不定他紅了之後 以後 以後你買他的票還可以便宜一點 哦 如果你現在就對他好一點的話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要這樣喊話 你說老闆以後我唱小劇 但是三千我可以買你三百五 哦 哈哈 小數哥就OK 哈哈 是不是 所以最好 我覺得各位老闆 如果你的公司裡頭有員工是玩音樂的 而且他看起來一副快要紅 但不是這樣你騎士那種不會紅的 不是那種意思 就是他如果看起來一副快要紅 你就要對他好一點 哈哈 就看警察平均開始變高 是是是 然後你開始會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 看到這個團體的報導的時候 你最好對他好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那張妮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除了應該很快要有新作品問世嘛 對不對 嗯 是已經是籌備還是已經差不多搞定了 目前是在製作demo 在製作demo OK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計畫是 比方說在二零 你以為二零一八年現在才到快要五月 五月了 還有下半年下半年會給大家什麼 OK 我們目前其實就在接下來要要到來的五月 我們會發布我們新的一支MV 哦 對 嘿嘿 呵呵 還是從他開始嗎 嗯 呵呵 欸 沒有沒有沒有 你都問是哪一首嗎 不是 人 人 這次好像不是夾成的開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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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蘿西哦 一個神轉身哦 現在就 先給大家一點點teaser這樣 對 好來 對 好會有一個新的MV要發表了 對新的MV要發表了 那其實我們接下來會陸續的會有些校園的演出 對 所以會陸續的在不同的校園跟大家有現場的建立 所以就是相關的日程大家在Johnny的粉絲頁上就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嗯 對 對 沒錯 然後其實聽說節目播出的此刻 嗯 你們正在哪裡 呵呵呵 我們在那個台大 野台 野台 台場 對 對 所以接下來反正接下來應該很常會在各個不同的地方看到你們的演出 嗯 對 接下來的幾個月份裡面應該都會有 好 也就是要一直請假的意思 哈哈哈哈 沒錯 對啊 好的 那關於Johnny現階段還有什麼我們應該要知道但還不知道的事情看 嗯 嗯 我們應該 預計年底會開始跑一些專長 嗯 真的嗎 對 其實大家應該已經要求你們的專長要求很久了吧 有接到一些邀約 對 對 但是要到2018年的年底才會出現專長這件事情 嗯 新作品就會也會一起出來了 真的嗎 嗯 新作品是說整張專輯這麼出行嗎 就是新歌 對 嗯 對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都還是有公演 是 然後因為 我們這張如果這張專輯完成就是會開始辦自己的專長 OK 想要讓我們的音樂內容就是更完整的可以呈現給大家 也就是說呢所有的歌迷現在都可以去你們粉專上準備就開始頂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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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然後就要來專輯這樣 大家定進度在2018年年底之前要不交出來這樣 對 好的 那我們就祝你們一切順利囉 好謝謝詹妮 謝謝小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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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